首先,欧洲的朋友们下午好,国内的朋友晚上好 今天我们这期公开课是由红杉学社和玉木汉平台联合举办 欢迎大家来参加 关注生物科技的朋友应该对精治疗这个概念并不陌生 精治疗也经常被自然科学等杂志评为最值得关注或者最具有潜力的极大技术之一 尤其是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办发给了发现精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两位科学家 更是把精编辑和精治疗带到了大众视野 那什么是精治疗,当前的精治疗技术有哪些成功案例 看完今天的这期公开课,相信大家会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人为医学科技的创始人兼CEO沈永博士 他将给我们从各个角度解读精治疗,带领我们展望精治疗的未来 预测未来五年、十年内精治疗的进展和应用 并且介绍精治疗如何与其他前沿医学科技 比如说纳米医学和组织工程结合起来 大家如果听课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评论都可以发到chat里面 我们会在沈博士讲课结束之后,请他跟我们互动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沈博士 您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好,谢谢简宇的介绍 红杉学社还有玉木涵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沈永,是人为医学科技的创始人加CEO 我们公司就是关注的是基因治疗 是利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加上合成生物学的这种底层技术平台 来去加速基因治疗的一个研发的过程 那么我们公司也是去年成立的 是由来自于哈佛大学、麻省大学、基因治疗中心 MIT哈佛博德研究所 多位在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科学家 然后联合创立的 那么今天也很高兴 然后受到红杉学社的邀请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因治疗领域最近的一些进展 我在开始之前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我之前是在哈佛学院 做也是基因治疗方向的一个研究 整个博士博士后一直关注的是遗传性血液病的 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基因疗法的一些探索 那么在这个领域也有将近十年的整体的研发经验 那么我们现在人为医学科技也是关注的是 基因治疗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就是一个药物的靶向递送 就是来去改造一个 就是现在大家最常用使用的这种靶向递送系统 叫做AEV现相关病毒载体 我们通过这种AI加合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底层技术平台 更好更快的去优化AEV 为药企和基因治疗公司提供这种best in class的一个药物递送系统 来去赋能整个基因治疗领域 对基因治疗就是一个最前的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些技术 而且它是会引领医学到引到一个下一个阶段 对基因治疗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那已经有产品然后落地上市 那么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有七款的这种AEV经疗法 获批上市 包括在欧洲和一个美国 然后都有相应的一些AEV经疗法获批上市 而且基因疗法的一个审批速度会越来越快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 美国FD预计每年会以10到20款的这种审批速度 去审批这种细胞基因疗法 像FD每年会批准差不多四五十款的这种疗法 小分子药物是一直维持在这种30款 小分子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 阿斯匹林的类似这种小分子的药物 那么像这种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种生物制品药物 益均突起增长非常迅速 今年就会预计有一个13款的整个细胞疗法 和基因疗法的一个产品 获批 那么什么是基因治疗 广义上面基因治疗 是任何就是参与基因的一些调控 以达到一个疾病治疗的这样的方法 都叫做一个基因治疗 包括然后我们听到细胞治疗 它其实也是一种基因治疗 还有MRE然后这个疗法 其实广义上也是属于一种基因疗法 因为很多的疾病 它在这个细胞基因层面 都是有一种差异化的一些缺陷 或者是一个表达上的一些缺陷 都可以在这个层面去切入 然后去探索新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案 那就比如说然后这个细胞治疗 这一块是属于细胞治疗 又叫做体外的一个基因疗法 就是把人体的一些细胞提取出来 然后通过一些基因编辑的一个手段 编辑出一些改造过的细胞 然后再回溯到体内 这只是一个细胞疗法 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免疫疗法 杀肿瘤的免疫疗法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胞疗法 都是这种体外的 X-dival的一个基因治疗 那么狭一的一个基因治疗 是指的这种体内的一个基因疗法 就是类似于就是用AV病毒 现相关病毒载体 然后携带着你要这种治疗基因 然后通过这种经脉注射 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药物的一个 给药的一个形式 然后进入到体内 把定向的送达到一个病造 器官细胞 然后去改造细胞里边的一些基因的一些状态 然后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所以狭一的一个基因治疗法 就是叫做AV的一个基因疗法 是AV寄送载体借导的这种参与基因的一个边界 改造 或者是一个操纵的这样子的一个疗法 那基因治疗有非常广泛的一些临床应用 而且治疗之前都是绝症的 就是没有药可吃的 这些疾病 尤其是像这种遗传病 先天遗传病 就是小孩然后出生下来因为基因缺陷 然后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些病 包括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肿瘤 还有一个这种传染类的疾病 包括还有衰老相关的疾病 都是可以用基因疗法 有一些这种创新性的这样子一些治疗的一个方式 那么现在基因治疗最成熟的应用 还是针对一些先天遗传病方向的一个治疗 所以过去这十年上审批过的这七怕疗法 都是针对先天遗传病的一些治疗 为什么先天遗传病的一个成功概率就很高 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发病机制 原理就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因为某个基因缺陷 那这个最传统的一个基因疗法 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就是它某个基因缺陷 就给它补充一个正常 正常拷贝的那么一个基因 就能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 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就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除了这个先天遗传病方向 还是有很多这种其他更广泛的 影响的这种这些疾病的一些应用 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传染性的疾病 AV其实这种基因疗法 也是可以发挥到的一个作用的 就是其中一种方案 方案就是用AV装载着 这种针对病毒的特性的一个抗体 就是进行肌肉注射 那么AV在肌肉里边 就是长期长效地表达这种抗体 然后达到一种这种系统性的 长期的这种保护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针对未来的一个大流行的 一种比较不错的 一个创新性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么因为AV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可以在目标细胞里边 长期稳定地去表达 这种抗体的药物 那就类似于 然后我们用肌肉当作一个生物制药的工厂 然后长效地表达这种 然后针对病毒的这种抗体 就可以实现这种非常有效的 这种这个长效的一个保护 而且我们携带的这个抗体 是特意性针对的这些病毒的 所以在未来的话 我觉得用AV 然后开发这种特效药的 这种疫苗抗体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 那么除了针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 这样的一些方向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向 就是可以去通过基因疗法去逆转衰老 然后去整个有一个抗衰老 一个延长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些进展 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说像这个心血管的疾病 糖尿病 阿兹海默 它都是一个衰老导致的 衰老是这个疾病的一个本因 然后因为以前 大家然后去治疗 这些什么阿兹海默的一些疾病 然后都是只是通过 然后它本身的一些原理 然后来设计一些药物 但是有的时候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阿兹海默这个药物开发 是一个重灾区 然后整个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药物的一个失败率 都是阿兹海默疾病的这种药物开发 然后这个失败的 但是如果转变一下思路 什么是然后这些疾病的一个原因 衰老是它的导致 然后我们就没有听说过 二十多岁的人 然后去年轻人去得什么心肌梗死 然后包括糖尿病 包括这种老年痴呆 那都是因为老年衰老 所以然后如果从衰老这个层面 去进行一个逆转化 然后是不是可以去进行 对整体衰老相关疾病 一种这种系统病的一些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基因疗法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前沿的一个方向 对 然后我介绍一下 然后我之前的一些 我的一些学术的一些关注 那我整体的一个学术关注 就是探索针对一些这种无药可治疾病的一些基因疗法 是通过操纵 就是把镖基因的一些基因表达 调控 然后来去实现这些这个难及绝症的一些基因疗法 那么整体呢有三大块 刚才说的一个把镖基因 就是每一个疾病呢 在一个基因层面 它都有一些这种基因的差异性的一些表达 包括或者是缺陷 那遗传病呢 它就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缺陷 然后或者是一个 这种慢性的一些疾病呢 它就是一个基因在表达 跟我们生活方式环境 然后互做 它形成一些基因表达上的差异 肿瘤属于慢性衰老的一些疾病呢 也都属于 所以它都有一些这种这个打标基因 然后就是target的一些基因呢 我们针对这些target基因呢 就可以去设计相应的一些治疗 干预的一些手段 那么我们那个利用的一些工具呢 包括一些像基因编辑工具 那是一个现在然后呢 最广泛使用的 比如说基因缺陷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基因编辑工具 把这个缺陷 然后突变的 这些部位呢 然后恢复到一个 原来正常的 这样子一些这些序列 那么也有呢 就是一个参与到一个表达调控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基于这些这种 这些调控物呢 去激活或者是降低相应 然后把调基因的一个表达 进而上影响的是一个病造细胞的 整体的一些这个 这个疾病的一些基因的 一些这种表达上的一些逆转 进而然后恢复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状态 然后达到一个疾病治疗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是一个工具层面 那么在一个临床转化上面的话 那我有了工具 我有了一个我的一个target 一个目标 那我怎么样子把我的这个导弹 这个弹药 然后呢 然后送达到一个这个target呢 那就是需要一个递送的工具 就是一种这个定向的这种导弹 那么这个导弹呢 就是这种递送的一个载体 你要把里边的这些基因 定向的送达到 然后有缺陷的这些细胞 或者是病造 然后呢 去实现这个这个 针对一些缺陷基因 或者是这个混乱基因 表达的一些这种操纵 那么所以呢 然后呢 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方式呢 可以去针对很多都是 就是绝症的 没有治疗方案的这些疾病 包括像遗传病 肿瘤和衰老相关疾病 那我过去的一个 整体一个研究方向呢 是针对这个遗传病的 针对一些这些疾病的 一些这个基因的一些缺陷 然后呢 去探索一些这种 无论是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 还是通过基因 传统基因替代的一个方案呢 然后去探索相应的 针对遗传病的一些 这个治疗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之前呢 也会涉及到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个就是目标基因的 一个寻找 以及针对目标基因 它相应的一些这种 调控的一些方案 那么这一块呢 就涉及到一个学科 叫做一个表弯遗传学 那就是很多的 这个基因的一些表达呀 然后呢 在正常的细胞里边 和在一个疾病细胞里边呢 是有差异的 那么它这个表达这个差异呢 就是受到各种这个调控 就是受到一些这种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然后这个DNA 然后基因呢 是在一个染色体上 那么染色体的一个开核 它染色体呢 然后是会有些 这种调控性的 它打开的时候呢 它的这部基因呢 就可以被表达 然后呢 它关上的时候呢 它就不表达 它的开核 整体的这种状态 以及然后它影响的 这种基因表达的 这种这个调控呢 就是涉及到的 这个叫做一个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呢 是源自于遗传学 是源自于这个基因的一些序列 但是呢 它是又受到了 以整体的一个发育的一些影响 环境的影响影响了 相应特定基因的一些表达 进而决定的 这个表观遗传决定的是什么呢 这个细胞的一些发育 它我们都是由受精软 然后呢 就是发育过来的 然后呢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的 这个stem cell干细胞呢 它能够发育成这个肌肉细胞 这个脂肪细胞 然后呢 血细胞 神经细胞呢 它都是要经过这种表观的 这种表达的一种一个调控的 定向分化成相应的一些细胞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了 那在一个有缺陷的 这种疾病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也是会有一些 这样子一些这种 这个疾病的一个发育 就比如说这个 癌症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呢 它其实也是受到一些 disorder 混乱的这种 就表观的一个调控 影响了相应的一些基因 表达一个 一个差异的进而 然后导致的是一些 几种重瘤 重瘤的一些发生 那所以这个表观的一个调控呢 是我之前那个 也是这个一个学术 关注的一个方向 来去通过 然后呢 对一个经表达的一些操纵 然后呢 去进行一些这种 这个疾病上面的一些 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些探索 那么另一个这个研究方向呢 就是这个在转化层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这个递送载体 递送载体的这种这个改造 这个最常用的 这个基因治疗的递送载体呢 叫做AEV线相关病毒载体 那么线相关病毒载体呢 它本身呢 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一些亚型 它不同的一些亚型呢 它有各自的一个器官的一些把向性 所以人们呢 科学家呢 就用这个特定的一些 这种器官把向的 这种AEV呢 然后定向送达到特定的一些器官 特定的一个器官 来达到一种这个 把向送药的那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呢 这是第一代的一个 这个基因治疗 以及这个使用的 这个来自自然界分离的 这种AEV一个载体 那未来的一个基因治疗呢 是要去更加去聚焦到一些 这个更加精细的一些部位 因为很多的一些疾病呢 它都不是一个器官水平的 它都是一些这种压器官 或者是细胞特异性层面的 一些这种这个把向的一个 递送的需求 所以AEV这个递送系统的一个定格化改造 一定是基因治疗 未来扩张 进入到下一阶段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技术问题 所以我们呢 也是针对这个AEV的一个把向改造呢 去进行的一些工作 对 那么刚刚呢 去说到了 就是针对这个基因治疗 有三大块 一个是一个 把点 以及相应的一个治疗基因 以及 然后我的一个工具 我用什么样的工具呢 去实现 然后针对这个把点的一个干预 那么在整个这个工具 到达一个把点的过程当中呢 是需要一个递送的一个载体 就是递送载体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基因治疗的 三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把点 工具 还有递送的一个载体 那我过去呢 是一直在一个遗传病方向的一个基因治疗 有这个长期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 我还是对有一个事情非常感兴趣 就是衰老相关的疾病 那尤其是近年来 有些这种抗衰老方面的一些 非常不错的工作呢 然后呢 也是启发了整个这个基因治疗领域 就是用基因治疗来去实现 针对广泛的这种衰老相关疾病的一种 通用的一些疗法 所以未来 然后呢 我是会长期关注这个方向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人群就很多 然后而且呢 也是有很强大的一个社会意义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然后去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一个出生率都 这个小鱼 然后呢 死亡率 然后整个这个 整个人口的一个结构呢 我觉得形势也是很严峻的 那么它带来的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些 一些问题上面的一些 一些调整 其中这个老龄化是很重要的 能不能去针对老年群体 然后呢 去让老年群体更加的一个健康的 一个这个生活 然后呢 等等 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疗科技工作者 然后希望去突破的一些方向 OK 在这个抗衰老方向呢 就是最近有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些一些工作 就是 就是基于这个细胞的一些重编程 然后来去逆转衰老 逆转衰老的器官 或者是然后系统性的一个抗衰 有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方面工作呢 是来自于这个最开始的 这个叫做一个诱导干细胞技术的 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发现的一些启发 那么诱导干细胞技术呢 是2012年的一个获得诺奖 是2006年的时候呢 那个山中教授 然后通过 对于已经成熟分化的 这些这个表皮细胞呢 引入了四个关键的一个调控基因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表观调控 来去表观调控 这个细胞的整体的基因表达一个状态 让它呢恢复到一个最初始的这种干细胞的一个状态 然后基于这种干细胞呢 又又能够去分化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细胞 那么在这个去年 在这个前年的时候 21年的时候呢 哈佛大学这个衰老中心的一个主任 David Sinclair教授呢 就在Nature上发表了一项这种 还是这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研究呢 他就是用这个AV这个基因疗法 往这种衰老的老鼠的这种眼睛里面呢 递送了不是四个这种基因 是三个基因 是三个基因 然后呢让这个衰老的一个眼睛呢 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 又能看见了 这个意义就是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老人 然后80岁90岁 然后经常会耳不聪目不饼 然后等等这些器官的这些失能呢 就是因为衰老导致的 那么他呢就用基因疗法呢 逆转了细胞的这种衰老状态 器官的衰老状态 恢复到年轻的时候状态 然后呢恢复他的功能 这是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一个 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意义 那这个呢是一个基因治疗前的一个老鼠 这是一个衰老老鼠 然后眼睛看不见 他对于滑条呢就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因为看不见 那经过这个AV基因治疗之后呢 他的这个 他对这个滑条呢反应了 有反应了 然后呢整体 然后呢就是一个恢复了一个这个视力 这个视力 那么本身呢 然后这个基因疗法呢 让已经这个死亡的这些神经细胞呢 就是尤其眼睛的这些这个神经细胞呢 然后又重新的去生长 然后呢去维持一个这种健康有功能的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振奋人心的一个 一项研究 那么这个David Sinclair教授呢 也是抗衰老的一个一个标杆了 然后他是72年 就是7172年的 大概现在也是53岁了 然后当时我采访的时候 看上去比我年轻 对 所以然后他也是在这个抗衰老方面 一直有一些研究 然后包括小分子抗衰老 还有一个基因疗法抗衰老 基因疗法呢 就是有一个这种非常不错的一些进展 那么不仅刚才呢 是针对这种衰老的器官 衰老的眼睛 然后呢重建光明 那么也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呢 叫George Church 那么他创立的这家公司呢 然后用这个AV的一个基因疗法呢 进行这种系统性的一个抗衰 延长整体的一个寿命 这个想法呢 就是更超前了 那也是用的这种AV 然后呢也是利用的这个 递送了这个山中因子 其中的三个因子 然后呢给这个老鼠 那么在小鼠的 在小鼠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是在一个相当于人77岁的 这种小鼠的一个状态 去进行的一个给药 那将近就是人77岁 然后估计就是就就就可能就是一个八十八十二三岁 可能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平均寿命了 那么在77岁的时候给药的时候呢 那么给药主这个蓝色的 然后他的一个寿命呢 非常显著的一个延长了百分之七到八 七到八 他的意义就在于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老鼠 如果是人的话 他这个平均寿命是一个八十二三岁 然后经过AV基因疗法呢 他就能达到九十岁以上了 虽然百分之七啊 但是然后一个对吧 能够去延长一个寿命 并且呢 在整个在最后的这几年 这个这段时间呢 就老鼠的这种脆弱的一个状态呢 是明显是低于 低于然后没有给药的这一组 那就是一个保持一个更加健康的 就不仅的是延长寿命 而且是在最终的一个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呢 还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种健康的老去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意义的 所以AV这个基因疗法呢 针对衰老的器官的修复 针对一个寿命延长 这方面的一些进展呢 就是也是 就是最近的两三年的进展的 也是非常启发我 能不能用基因疗法 再去然后去进一步的去拓展 这种抗衰延寿 这种然后针对一个大众 然后每个人都会面临的 这种健康的一些状况的一种 一些这种这个探索 那么刚才就是这个说的 就是用这个衰老这部分的基因呢 就是山中因子其中的三个 就是OSK 分别是Octo4 O SOX 然后KLF 然后这三个基因 这三个基因呢 然后呢 我觉得然后呢 根据我之前的一些经验 我做表观的一些调控 用这个AEV去做这种体内的一些基因疗法 然后并且呢 我对这个抗衰老 就是非常的一个关注 希望然后能不能把这个整合到一块去呢 去推进一些新的方向的 这个领域新的方向的一些前进 那么就是我就未来呢 就是会对这种invable的 这种体内的通过这个表观调控的 这种方式来去实现 对OSK这三个基因的一种操纵 来去达到这种抗衰延寿的 这种基因疗法的一个研究 一个研究 就是为什么是要通过一个表观呢 因为之前的这两线研究呢 它是用了是一个 递送了三个相应的这个基因的一个拷贝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细胞里面 其实都有这三个基因 它不是没有 它是有 那只是说 它是一个被沉默的一个状态 不表达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希望通过一些表观的一些工具呢 能够去把这些沉默的一些细胞基因呢 然后呢重新激活 然后来去实现啊 这个OSK这种基因疗法的啊 这种这种推进啊 然后以达到这种器官的这种啊 这种恢复到年轻状态的一种修复 一种以及系统性的一些抗衰和一个寿命延长 这方面的啊 一些一些研究 对所以呢 呃就之前从那个啊 疑传疾病的这种基因疗法呢 未来的一个我的一些啊 关注呢 是希望能够去针对啊 这种衰老相关的一些疾病 它的一个把镖基因呢 就是OSK这三个基因 然后呢我们会用到一些工具啊 比如说这种这个基因 基于基因编辑的啊 这种这个激活的这种工具 来去激活OSK 那么在把工具送达到目标器官的 这种转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需要用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低送载体 进行一种精准的高效的一种这个这个工具的一个送达 来去操纵这个OSK基因的一个激活 进而然后能够去逆转衰老相关的一些疾病 因为我做的OSK这三个基因呢 逆转一个衰老 衰老是很多啊 老年疾病的一个根源啊 啊自海默 然后失明 然后这个这个心肌梗死等等等等吧 这些然后是通过这种啊 这种方法 然后呢去进行一种这个通用性的啊 这样子一些疗法的一些探索 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 因为之前的一些这种这个衰老相关疾病呢 他都是一个 他就是他就感觉他哪疼他就治哪 但是呢其实他是有一种系统性的根源 如果能直接系统性根源呢 去进行逆转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 一个这种这个医疗技术上面的一个探索 对刚刚然后呢 也收到这个我过去的一个啊 研究的一些关注 然后从遗传病的一些基因治疗呢 到然后最近啊 对这个衰老相关 包括未来衰老相关 这个基因疗法的一些探索 那么整个基因治疗这个产业呢 他处在产业爆发的一个一个前夕 那么这是一个国外基因治疗产业的布局啊 就是国外的一个基因治疗公司 绝大部分呢 都是利用AV去进行这个递送的这种基因的一些疗法 这是他们不同这个临床时期的啊 临床前 临床一期二期三期之中获批的 绝大部分都是一个绿色的圆点 就是用AV这种递送载体 做的这种invival的这种Gene therapy 那么AV的基因疗法呢 整个占据着一个市场的一个主导 那过去的这10年呢 有7款疗法啊 第一款疗法呢 是12年的时候在欧洲获批 1718呢 美国FD批准了两款啊 去年呢 就获批了一个三款 整体呈现一种加速的一个态势 那么基因治疗这个前期的一个产业布局呢 已经基本完成 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爆发期啊 那么我也会这个接下来会介绍一下 我在这个这个从一个研究的一些方向 它产生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成果 以及相应的技术 有一些这种转化方向的一些关注 那有一个其中一个转化方向呢 就是这种这个AV地送载体的优化 为什么要做这个优化呢 就是刚才说了基因治疗处在产业爆发的一个前期 但是呢地送系统的一个优化 是这个规模化的一个卡点 就是因为在这个现在推进的 这些这个基因疗法的一个管线当中呢 觉得大部分呢都是使用的 这十几种从自然界当中分离的 天然的AV地病毒 他们呢都是这个器官靶向 但是呢 我们有8000多种遗传病 然后还有大量的一些 这些这个肿瘤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 他需要一些更加精准的这种靶向 精准到一个亚器官 甚至细胞水平的一些法相 所以说这十几种这个AV的一个系统呢 完全无法满足未来近万种 这个绝症难期的一些这种 这个地送的一个需求 所以AV地送系统的一个定义化改造 一定是这个领域规模化 扩张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整个这个精致然后这个赛道呢 是以研究里边的这种payload 里边的一个金钥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所以AV的改造呢 这个市场需求巨大 我们呢就是为了满足 然后这个AV改造的一个巨大这个市场需求 这也是然后国外 然后呢经过国外一个验证过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最近的一个两三年各大药企巨头 像诺华罗氏 包括里来跟专业的AV载体开发公司呢 签署了超过200亿美元的 这种AV地送载体优化的这种合作的一些订单 那国内的一个基因治疗公司呢 整体呢是也是从一个1718年之后呢 然后在全力的奋起直追 也现在呢也有20多款的一个疗法 进入了一个临床实验 AV地送呢是有卡脖子问题 第一IP受限 使用的绝大部分都是国外开发的 这种一个这个载体 那么它种类也有限 它这个地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也有限 所以我们呢就是 也是引进了这种最前沿的这种 这个人工智能加合成生物学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呢 来去针对AV这个这个地送载体 进行一种系统性的一个优化 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产业性的一个转化 那么我们呢是解决的是一个基因治疗的一个 递送的一个卡脖子问题 通过搭建这种AI加高通量的合成的一个平台呢 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高通量实验 相结合打造这种数据机制算法 相结合的一个干湿迭代的一个平台 来去开发满足针对特定疾病 法相需求的这种新型的AV地送载体 这是一个AV这个改造这方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基因治疗的三大 这个三大这个部分之一的这个地送的一个载体 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是对一个衰老这块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感兴趣 因为整个就是需求是一个巨大的 每个人都能希望然后自己 然后呢看上去更年轻 以及每个人都希望然后自己在年老的时候呢 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么尤其呢最近的一个抗衰这方面的整个市场呢 也是呈现的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态势 其实这种这个衰老相关的一些公司的 整体的一个投资呢 然后呢也是逐年的一个增加 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 亚马逊的这种创始人贝索斯 然后呢就是做出了然后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这个天使天使的这个投资 30亿美元来去做这种这个抗衰方面的一些 这些疗法啊 那那个OpenAI的一个创始人 Sam Altman也是这个 他说这个自己未来 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能在这个抗衰这方面呢 去做出一些这个一些推进 所以他也去针对抗衰这方面的整个公司呢 也有一些这种非常大的一些投资 那么整个这是一个抗衰在这个产业界 那么我们的技术呢 差不多也在差不多在最近的几年 也实现了一些很大的突破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被MIT呢评为这个十大这种突破性的一个技术 那么基因疗法在是抗衰的一个 非常前沿的一个方向 那么说到一个抗衰的一些一些解决方案呢 小分子抗衰是一个方向 那么基因疗法呢 是一个就是最近兴起的一样的疗法 刚才也说了其中呢 是针对OSK的这三个基因 OX4 SOX2 KL4 这三个关键的基因 把镖基因的一种操纵 然后来实现对一个衰老器官的这种逆转 以及系统性的一个抗衰和延寿 所以整体呢 我呢一直是关注的针对这个 就是绝症的 南极绝症的一些基因疗法 无论是这种遗传病 基因缺陷的一些遗传病 还是一些更广泛 一个影响的这种衰老相关的疾病 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基因疗法 去进行整体的一个推进 那最终的话 那基因治疗呢 它在未来呢 是医学的未来 它有可能去针对很多这种 这个绝症 然后呢 有一些这种突破性 创新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案 像这个遗传病 这是已经有期盼疗法落际 验证过的 然后呢肿瘤 然后呢在未来对肿瘤机制的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以及更加创新性的一些这种切入点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一个推进的话 这方面呢也会有一些 不错的一个突破 那下一次的 这样子的这个大流行 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毒 那我们可以去储备好自己的这种技术 尤其是通过基因层面去干预 然后呢去这个解决这种病毒的这种这个大流行的问题 通过这种靶向高效的这种特性抗体的 啊这种这个这个这个保护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呃有有前景的一种方案 就是它不是疫苗 疫苗呢是我们是打入病毒的一部分 一部分RNA也好啊 一部分啊灭活的病毒来去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 然后呢去产生抗体 然后呢去做出一些保护 那么这个AEV这个基因疗法呢 就是我就直接给你 然后一个保护性的这种抗体 而而且呢我是利用你的一个肌肉细胞 作为一个生物工厂 然后进行一种长期性的保护 这种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抗疫 抗体的免疫的疗法 啊那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当初那个特朗普 然后得了这个新冠三天 然后就活动乱跳 就是因为它打的这种非常特效的这种抗体 当然这个抗体是在药厂 然后呢分离存化的 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 就是买这个几十万美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天价的 但是呢将来会不会用这种AEV的 这种基因疗法 利用肌肉作为生物工厂 去产生特异性的一个抗体 来去针对一些这种这个病原体呢 去进行一个特异性的这种杀伤的 我这个方向呢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 另外呢就是衰老相关的啊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老龄化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然后呢通过亲疗法 能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健康的活到100岁 甚至更长的一个一个寿命 然后呢这是基因治疗呢可以去实现 可以实现的 对所以呢呢大概就是跟大家 然后呢介绍了一个基因治疗的一些进展 以及我的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关注 以及然后这个相应的一些产业化的 一个落地的一些方向 以及基因治疗 然后未来的一个 这个无比美好的一个前景 对那就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去这个我觉得这个多问一些问题 然后呢做一些这种探讨 好的非常感谢沈永博士带来的这一堂 非常全面的关于基因疗法的这个公开课 然后我看到chatbox里面也有非常专业的问题 就有两个问题是这个建桥独立所的孙老师提的 孙老师第一个问题说这个 线相关病毒它的免疫原性和潜在的毒性 就是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工作 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 对对对对 AV优化呢是 是这个这个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它要去解决的有几个 几个 几个具体的一些要去解决问题 然后靶相性的一个提升是一个 对靶相性的一个提升 然后病毒生产能力的一个提升 靶相性刚才就是说一个更加聚焦的 这样高效的一个寄送 生产这块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级疗法都很贵 然后都是200万美元300万美元 但成本就是一个几十万美元 所以能不能提升这个生产的一个成本 提升生产的一个效率 降低一个生产成本 这块是很重要 免疫这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AV是一个 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病毒 大家都或多或少 都可能都感染过 50% 其实都感染过这种AV 但是它是一个很安全的病毒 相当于一个医生菌 然后感染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感染天然的AV 它会产生一些抗体 抗体就会中和相应的轻质 然后再起来去降低疗效 所以免疫这块 就是孙老师说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毒性的话也是 那毒性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之前的用的这个AV 它对于目标器官的这个低疯效率 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它还会对其他的器官 有一些这种腹疾 然后比如说肝上面 而且要实现它对目标器官的一些 这种高效的低疯 就是需要提升它的剂量 然后提高剂量的这种AV 然后它就会复制到肝上面 导致肝损伤 这就是孙老师说的 这种潜在的一个毒性 那么我们针对一个改造 就是都是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而且都是可以从AV自身的 自身然后去进行一个改造 来去进行 刚才说的靶向性生产能力 免疫的整体的系统的提升 那我说一个免疫这块的 一个整体的解决思路 这个AV的 我先说一个 AV的它的一个靶向 它是有一些这种病毒上面的一个凸起 它会决定着特应细胞上面的一个互作 那么相应的抗体的一个作用机制 其实也是针对AV上面的一个凸起的部位 去进行结合 然后去干扰这个病毒进入的一个细胞 这是一个免疫这块的 那么我们是希望它实现免疫的逃逸 我也举个例子 然后大家知道免疫逃逸 是一个自然界也是经常会发生的 就是奥米克隆 然后大家 然后之前得过新冠 然后奥米克隆 然后它就实现了完美的免疫逃逸 那么就是哪怕我们之前打过疫苗 然后哪怕我们感染过 这个野生型的原始的 还是倒塌这个病毒 然后我们都逃不了这个奥米克隆的再次的攻击 那么奥米克隆这个毒株呢 它就完美的实现了这种免疫逃逸 哪怕我们体内有相应的抗体 就是因为呢 奥米克隆在这个病毒的一个冠状 这个蛋白上面的最关键的一些部位呢 发生了一些突变 以至于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抗体呢 然后呢 抓不住这个新冠的一个病毒 没有办法去跟这个新冠上面的一些冠状蛋白结合 然后呢就实现了一个免疫的逃逸 同样的道理 然后呢在AEV上面呢 也是要针对这个抗体结合的部位呢 去进行变异 但凡呢 然后呢你变异一点的话 然后呢 它就不会去跟这个抗体 就可以相互准备一些作用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就是回答孙老师 这个免疫这块 就是针对这个抗体结合的部位呢 去进行这种大规模一个突变的一个筛选 筛选出 就是但凡一个就是变几个点 然后呢这个抗体就不会去 再去这个就干扰这方面的一些作用 就是免疫上面的 然后呢 毒性这块的话 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靶向性的一个提升 那它这个毒性的原因呢 不就是因为 然后它会流失到肝上面吗 那我就是针对 我就针对特定的目标器官 去进行这种这个 靶向的一个筛选 并且呢 降低它在肝上面的一个腹肌 而且呢 我整体的一个 靶向性效率的一个提升呢 我会降低 我药物的一个伎量 然后呢 保证 然后在一个肝上面 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复节 然后呢 保证一个肝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呢 刚才孙老师说的 这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有解决思路的 也都是然后我们公司上 是可以去涉及到的 对 嗯 好的 谢谢沈博士 您提到这个 就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提高靶向性 就比如说提高 它和某一些器官细胞的 相互作用的特异性 那这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具体的一个实现呢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病毒跟进入细胞的一个机制呢 它就是要跟细胞上的 一个特异受体进行结合 进而它才会进入到一个 这个脑啊 肝啊 肺啊 对吧 都是因为这个 它这个突起部位的一个变异 以至于形成了 跟这个特异受体的一个结合的 这种互作的一个 这种互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针对这个 这个靶向性的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呢 也是针对这部分区域 去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一个变异 使用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一个镜像进化 Directed Evolution 那它本质上呢 就是产生大量的变异 而且针对固定的那个部位 去产生大量的一个变异 然后选出针对特定器官的 这种这个高效靶向的 就是我们呢 会收集最终的一个 就是我们会产生大规模病毒 百万级的一个病毒 然后呢 感染动物 然后收集目标的一个组织 收集到脑 然后呢 去进行这种NGS 大规模的一个 这个通量的一些测序 去确认哪些变异在这个脑组织 或者是特定细胞上面的一个复集 那特定细胞上复集呢 就说明这个变异类型呢 对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高效的这种 这种亲和性和一个递送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就是一个 靶向性提升的一个 一个原理 就是针对这个 靶向性凸起的一个部位呢 去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改造 去筛选 然后呢 整体功能提升的这种优势的一个变异 嗯 好的明白了 对之前这个定向进化 我是在美改造里面听过 然后 刚刚有点忘了 这个病毒表面也是蛋白和这个 受集 相互作用 对 对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这个AV病毒呢 是一个蛋白复合体 是60个蛋白组成在一起的 这种超级的一个复合体 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蛋白 所以所有的一个蛋白改造的一些方法呢 其实都可以用在这个AV上面的改造 定向进化 然后包括这个演化谱系分析 这种这个去找到这种祖先的一种AV 包括领性设计 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这个蛋白复合体 都可以用蛋白改造的一些方法呢 去进行一个改造 嗯 好的 学习了 谢谢 然后 孙老师的第二个问题说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山中教授 他用的那个重编程的这个混合物 包括一些其他的版本 里面都基本上包含了强效的这种 症癌特性的一些基因 一些转弱因子 对 对 这方面呢 然后这个 是这样子的 山中因子呢 是有四个因子的 就是 O-S-K-M 对吧 后边还有一个MIC基因 MIC基因 它其实就是一个癌基因 那这个David Sinclair 然后呢 其实这个用这个细胞重编程的技术 再去探索这种 这种rejuvenate 这种这个重返 这种年轻状态的这样疗法呢 其实也探索了很多年 然后一个据我所知 12年13年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往旧方向探索 但一直都是会有发现 这个我在把这个山中因子 然后导进去 然后很多就是会出现这种肿瘤啊 然后这种这个很安全 然后抗衰然后没实现 然后结果 然后提前得了肿瘤 然后这个得不偿失嘛 得不偿失 那所以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是David Sinclair的 这个基因疗法 这个研究的一个创新点呢 就是他把这个MIC基因给拿掉了 把这个癌基因拿掉了 然后呢 只保留着这种表观 调控到一个年轻的状态的 这三个基因 然后呢 去实现这个细胞的这种 这种状态的一个改变 就我又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提这个 大家可能会听过CG或者磁带 这CG磁带 然后呢 其实无论是五月天的一个 这个磁带也好啊 还是一个周约伦子磁带 然后当我们听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呢 磁带就会变化 然后音质就会降低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可以类比成这个整个 这个人的这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它变化呢 那就是一个衰老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用OSK呢 是把这个变化的一个光盘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个有一种产品呢 就是能把这个变化的一个光盘呢 然后呢 变成这个当初 这个类似于刚买这个光盘的 这种状态的 是有这种产品的 OSK呢 就能达到就是 恢复到这种 然后你刚买的这种 这个磁带的 CD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加上make的话 那就是他把这个 有就是带戈的这个磁带呢 完全变成一张空盘 完全变成一个空盘 所以这块呢 就是不是在抗衰老 希望达到一种状态 就是抗衰老呢 只是要把一个变化的一个光盘 变成一个当初刚买的 这样子的一个 有信息的一个光盘 而不是把所有的信息呢 都洗掉 都洗掉 然后变成一个这种干细胞的状态 那不是这个 整个抗衰老要达到了 所以OSK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也是 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也是这个 有这个 只是有一个几篇的 这样子论文的一些 一些发现 然后呢 我觉得未来呢 会有更多的 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究 然后来去验证 然后呢 OSK基因 它在有效性方面 它在安全性方面 适不适合 然后呢 往这个人 人的这种抗衰老 这样子的一些基因疗法呢 去做一些临床的一个转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 大家都在去关注的一个 可持续的一个方向 嗯 好的 那这个OSK基因 您刚刚说了 就是这些基因 他们是 在大部分 比如说这个 衰老的人群里面 是沉默的 然后 这个基因疗法 就是想把他们重新激活 那这个 基因的沉默 是衰老的本质吗 就是我们这个领域 就是有研究到说 什么是衰老的本质 然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特别好的问题 到底 什么导致了一个衰老 然后衰老的一个原因 其实有很多 啊 然后 比如说端粒啦 然后 这个 这个表官的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 嗯 OSK 倒不一定是 这个衰老的一个根源 但是呢 它可以去通过 这种表官的 这种这个状态的一个 改变呢 然后呢 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 啊 我觉得 就这个 时操层面的话 它是一个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但是就这个 病理学 原理 到底什么 是那个 阿卡流失之种 然后什么是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的话 我觉得 呃 这个 这个众说纷纭 然后 这个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看 然后相应的一些 这个衰老相关的 一些机制 一些研究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 呃呃 呃 屋实一点的话 然后呢 就是找到一些有效的方法 嗯啊 就是能够去实现这种 这个 把这个 这个 呃 衰老可以逆转啊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 更更有意义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方向性 一个探索 但是原理上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 可能需要更 更长时间的一个 大量科学家的一个 深入在机制上面的一个 更长期的一些研究 嗯 所以就是说 这三个基因的沉默 这个是大家在实验过程中 呃 发现的一个现象 然后刚刚 都看到了 对 啊 OK 对的对 您也提到 而且然后也看到了 然后这三个基因的 这种激活 然后呢 能让这个 这个细胞的一个状态呢 是更加的一个活跃啊 年轻的 这样子也是大家看到的 对 OK 然后您也提到说 有小分子的这个 这个抗衰老药 这些小分子药物 也是针对这三个基因吗 啊 这就不一定了 然后 这个抗 抗这个小分子药物呢 更是一个 经验主义的 这个这个这个产物 啊 而且呢 大家其实并 并不是是这个 无心插流流成因的 一些一些发现 至少现在的发现的一些 这种抗衰老 这个小分子的药物 包括 像这种二甲双瓜 然后这种药物呢 也是大家非常推崇的 这种抗衰老的一个 一个药物 而且 这是一个老药 是一个治疗 糖尿病的 有100多年的 这种这个给药历史的 啊 那么这个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 哎 这个 这个这个糖尿病患者 然后吃了二甲双瓜之后呢 哎 整体的一个状态呢 是好像比其他人 一个更加的一个 活跃健康 然后 显得更加年轻 啊 所以然后呢 这个大家 就是把这个二甲双瓜 然后呢 去这个现在呢 就推崇了一个 抗衰老的一个药物 包括一些 其他的 也都是类似的 这种无心 插柳柳成因的发现 就跟那个 这个肥胖的 这个最近 很火这种肥胖 这个药物 然后也是 当初也是针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糖尿病 然后呢 结果发现 哎 这个 糖尿病患者吃了之后呢 也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减重效果 然后呢 就被 然后 里来啊 或者 诺和诺德 开发成这个 这个非常明星的 这种这个 减肥的一个药物啊 那现在是这样子的 那未来的这个 抗衰老药物的 一个筛选呢 啊 是会进行这种 更加这个 啊 更加 比如正轨的 系统性的啊 进行这种筛选 筛选出这种 非常好的这种 抗衰老的一个 潜在的一个药物 一个candidate 以及相应的 一些组合去推进 这方面的一个 小分子药物的一个 这个这个开发 对 这个小分子药物 是一个抗衰老方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还是习惯 于这个 比较传统的 然后每天吃点什么 这个 这个灵丹妙药啊 然后能让这个 这个 这个状态呢 保持着一个很好 对 那基因疗法呢 它 它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 尤其AV基因疗法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有效性 它可以长效的去 进行这些基因的 一些 一些操纵 所以 所以就是比如打一针 然后呢 可以维持十几年 甚至二十几年 这样子就不是说 每天去吃这种药了 所以 我觉得各自有各自 在这个学理上面的 一些 一些思考吧 对 好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就是如何利用肌肉 作为细胞工厂 这个其实我刚刚也想问 就是直接把 这一针打到肌肉里面 跟直接 比如说 用这种 基因疗法 直接打到肿瘤 这种实体瘤里面 感觉有点像 我先说一下 这个肌肉 作为一个细胞工厂 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即使AV呢 它进入细胞 对AV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 是 就是它那个 进入细胞之后 它里边的 这个DNA 然后它是不会 整合进基因组里面 它是会一个 在一个细胞质上面的 一个 形成一个指令 团化的一个DNA形式 长期保持一个 稳定的状态 去表达这个 表达这个基因 那就是这个 而且它一个有效性 可以去维持到 数年 甚至十数年 十数年的 这么一个有效期 所以就是AV就携带着 你要表达这个基因 比如说打到肌肉上面 那它在肌肉 因为肌肉 它是一个非分裂的 是一个长期稳定存在的 这么一个细胞 所以这个基因 就会在肌肉里面 长效的去表达 你要表达的 抗体也好 或治疗性的酶也好 然后 所以它就是一个 这种生物的 这种制药的工厂 它就是比这种 我觉得这是一种 未来的一个思路了 因为你现在 然后比如说 Cocktail的这些疗法 然后都是体外 大药厂 发重金 然后把这些抗体 然后去分离唇化 然后再给病人 然后去打 然后就很昂贵 而且是一次性的 那能不能是有一个 更加低效 低价 并且是一个长效的 这种方案 我觉得AV其实是一个 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案 对 还有就是 您今天讲了挺多 这个线相关病毒的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基因疗法 或者细胞疗法 还有用非病毒载体的吗 有 有 这个MRE疗法 就是用这种非病毒载体 就是以LNP 这样子的为主 就是寄送系统 然后这种病毒寄送载体 然后就是AV是一个最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递送的工具 非病毒载体呢 就是LNP 那AV跟LNP的一些比较呢 然后也有更多的一些这种 这种讨论了 那这个AV的这种靶向性 就是是比LNP要好很多的 AV可以靶向到这个 就是哪怕是现在的AV 就可以靶向到各个器官嘛 然后我们是要改造AV 去靶向到一个更加精准的 整体效果一些提升 那LNP在靶向性这块 就这个 当然也有相应的工作 来去提升它一个靶向性 这也是一个方向 但是就这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度来说的话 AV比LNP这块呢 是一个更加成熟 在临床上成效性更好一些 那LNP在这块 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这个新冠MRE疫苗 也是这个被几十亿人 然后呢验证过的一个 还是比较不错 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它呢 就是把这个LNP呢 直接然后呢 也没有靶向 直接就是打到肌肉里面 去把这个相应的一个MRE呢 就是在这个肌肉细胞里面 去有一个表达 表达 表达 所以然后呢 这也是有一个各自一个情境上的 一些选择了 对 好的 谢谢沈博士 对最后还有一个就比较好奇问题 你刚提到说这个 衰老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David Sinclair教授 看起来特别年轻 但是他其实已经五十几岁了 你会觉得他把这些实验室 自己研究的东西 他现在就在 然后自己开发的东西 然后自己在用的 对他写了一本书 对他写了一本书 然后就是叫长寿嘛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必衰老 我们可以不必衰老 然后也是汇总了一个 这个anti-aging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 就是也是一个科普性的一些 这样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未来是有技术 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些 非常不错的一个技术 能够去实现这个 在抗衰延寿方向的一个 有意义的一些进展 好的 特别感谢 对 我感觉这本书 应该很多观众听完都会去查一查 对 那暂时chat里面没有新的问题了 那我们今天公开课就先到这边结束 然后最后再次非常感谢 沈友博士带来这一堂非常精彩的公开课 沈友博士带来这边